OK 現在是9點多早上左右 然後今天為什麼我這樣早起 就是今天我要挑戰一個東西 就是一天吃24餐 這挑戰其實對於我來講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我是一個胃很小的一個人 然後一天大概吃一到兩餐左右罷了 所以今天挑戰看看 看我能不能吃24餐 然後規則的話也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我一個人要在24小時裡面 然後吃24餐 這樣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 所以今天我的任務正式開始 喂 今天開始我的第一餐 給你們看一下 它就是像一個麥片啊 還有那個牛奶餐在一起一樣 主要是很健康哦 又可以不會吃太飽 因為等一下我還要吃24 23餐 所以這難度是對我來講有點難 所以我要早上吃簡單一點的東西會比較好 OK 第一餐挑戰完成 夠送啦 好 現在我要開始 Order我的第二餐了 Let's go OK 第二份食物正式開始了啦 第二份就是這個 然後 講真的啦 然後 講真的啦 份量 你看 講多 我要講吃完哦 OK 挑戰正式開始 我講真的啦 我吃第一口就飽啊 周勒 永遠少不了一個東西 然後叫我摸 就是 Paper 這個認識我們的觀眾啊 都會叫他吃周 講真的 加好這個很像 吃了魔法這樣 所有東西又變到非常好吃 我今天叫的周是 那個魚片周 這一間其實不錯吃耶 我在那個Food Panda叫的 由於我是一個非常重口味的人啊 所以哦 我會自己調一點 醬料在這一邊 要快點吃完 等一下我半小時過後又要叫食物了 哇 這個挑戰真的是 對我來講有點累啊 OK 那我給我吃完先 喂 挑戰成功 喂 接下來 第三樣食物 等一下先拿 欸 接下來的第三樣食物 你們要懂我 呃 過了半小時之後 我再去order 因為 因為 現在我很飽 OK 我的第三樣食物終於到了 Chart time chart time 這個chart time真的是救了我啊 等一下 我該飽到死 你們知道嗎 OK 由於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出去 所以我所有東西都是 用Food Panda叫的啦 所以我今天要看啦 如果我叫24餐的話 我Food Panda裡面 到底會用多少錢 我要總結一個數額出來 所以現在是我第三個食物 輕鬆一下 來杯 chart time OK啦 江赫是蠻享受的啦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挑戰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挑戰 救我啊 OK 第三餐完成 打打打 OK 半小時之後已經過了啦 現在我要吃的食物是什麼呢 嗯 就是這個 Family Mark的Sandwich 嘻 嘻 講真的啦 剛才我水喝有一點多啦 然後一直去上廁所 已經上了三四次了 我覺得照這樣下去的話 我應該可以挑戰成功啦 那個自信莫名就來了 我就覺得吃你們挑戰成功了 欸 最後一首 YES 欸 吃完了 所以 繼續加油 第五餐 LET'S GO OK 接下來 就是我的 第五餐 第六餐 第七餐 來 挑戰看看 到底我能不能吃完 再做上所有的東西 我直接算三餐啦 因為對我來講這樣比較簡單 OK 要從哪裡一邊開始 先沖我的 Drum stick啦 先沖我的Drum stick啦 先沖我的Drum stick啦 有沒有沒有發現我的肉 慢慢可以了 吃到擠乾淨 各位觀眾 在家無聊的時候 也可以挑戰看看啦 KFC的薯泥 你還有那個Sedon 永遠不會讓我失望 來 接下來就是這個 WOW 菜 我要告訴你們那個壞消息 就是 我有點飽 我要繼續走下去 我死都要挑戰完二十四餐啊 吃到我要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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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Roti Chennai最後一口 OK 剩下這個最後一個 這個叫牛角包 看起來是 Very nice啦 你看 它裡面的餡料 WOW 滿滿的 是不是 Let's start Let's start OK 最後一口 OK 正餐吃完了 現在就要吃我們的甜品 Let's go OK 現在我們就到了這個下面這一邊 是第一次買啊 所以我覺得它的保存到很好啊 很冰呀 挑戰 很爽一下來這裡下面散步 因為該吃到很飽一下 OK 現在剩最後一口啦 完成 OK 剛才吃完冰淇淋之後 現在就要開始我的第一九餐 我的第二個甜品 就是Rambutan 我也不想吃太多啦 因為現在的策略對於我來講是 我已經飽了 然後我只能吃一些甜品之類的東西 我是很久沒有吃了吧 大概一年 一一兩年了 不懂它的感覺是這樣 OK 第一九餐 完成 OK 接下來我就要吃我 第十餐 還有第十一餐 那這個就是 干撈麵 這個湯 就有 魚圓 豬肝 還有豬腸 還有豬肉等等啊 講真的啦 我現在的狀況是很飽一下 誰可以救我 正式挑戰 然後這個湯是那個 麻辣的湯 口感真的是nice 其實我也不懂我為什麼 今天會挑戰這個鬼東西啊 可能是在家太悶了啦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挑戰不到啦 我不知道怎麼 我對自己沒有心情 因為我胃很小 簡單 不過我真的很好吃一下 我給到了很飽 OK 完成了 我的策略是盡量不要喝糖啦 如果喝糖的話 就很快飽了 第十一餐 第十二餐 完成 我跟你講 今天我挑戰完之後啊 三天之後不用吃東西了 OK 接下來 直接進入我 第十三的挑戰 講真的 你們可能覺得 喝potting 沒有這樣很像很簡單 你喝了之後 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飽 它就有一點像是 就是第一餐的那個概念 十三餐 OK 現在 我要下去拿我的食物了啦 現在我拿到我的食物了 要下來運動一下 行真的 不然我的食物消化不了啊 然後又一直塞著 太多食物了 我今天吃 就是 你看它的飯給到滿滿的咧 然後它的油菜 我們這裡叫油炸粿 OK Let's go OK 現在 進行我的 第十五餐 現在大概是 去很多 接近八點了 然後我的食物就是 McDonald 一天裡面 一直吃一直吃 OK 最後一口 OK 接下來就是 我的第十六餐 我們看一下 Salad 該吃這樣多肉 吃這樣多那種 fast food 現在就是要吃一下 青菜啊 會比較好一點啊 不過是蠻好吃的啊 真的 那我要看一天的體重 到底會 用多少啊 我早上的體重是 大概 雖然我沒有拍到 可是我大概 73左右 然後我要等到 二四餐過後 我再兩一次 我看到底是 多少 我看打底都會 呃 加多 3kg吧 啊 幫我吃一口 好不好 乖 看點幫我吃一口 啊 OK 最後一口啊 第十六關 挑戰完成 OK 這就是我的 第十七餐啊 剛才吃完那個 Salad 現在感覺有點 也不能講飽啦 它是有一點脏 我覺得是有點脏 可是吃菜是不錯啦 老實講啊 現在我看到什麼食物了 都沒有感興趣了 現在我只是 就是 想停下我的酒 來 幫我吃一口 OK 第十七 挑戰完成 OK 這就是我的 第十八餐 那有半餐 沒有算半餐喔 哈哈哈 你有種你挑戰看 我不要 不過空氣炸鍋 炸出來的東西 它是沒有醬crispy啊 可是 它會比較健康 因為它是去油的 OK 第十八餐 挑戰 成功 我別大汗了 我要去休息一小時先 等下我再繼續拍啦 OK 現在又到我的 第十九餐了 講真的啦 我其實已經是 要放棄的狀態了啦 因為真的是 太飽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 嘗試吃 這樣做東西啦 然後現在我還有幾餐 一二三四五六 我總共還有六餐 可是 我覺得我已經 走不下去了啦 因為應該去 吐了一輪 哈哈哈 真的吃不下去了 我不能 為了有一個好的ending啦 因為現在我還有十九餐到二十四餐嘛 我決定挑戰到二十餐就好啦 不要太多 然後我的第十九餐 就是這個 BADOX的這個 它算是一個呆餐啦 它有一個效果 就是讓你 撈傘 要排泄出我今天 所吃的所有東西 因為我今天真的是 吃太多了 所以一餐我還想不到 他吃什麼你 然後這是我的第十九餐啦 別去唷 幹嘛要挑戰這種東西唷 跟你們講啦 下次我絕對不會挑戰 像笨的東西了 食物啦 偷偷吃 叫幸福 吃飽了 就叫痛苦啦 你知道嗎 然後我又一直吃一直吃喔 不過我覺得 我發現到我的胃口 其實是蠻OK的啦 今天 然後跟你們講啦 這樣花下來啊 其實也蠻多錢的唷 因為我都叫Food Panda嘛 還有一些是自己家裡煮啊 就是少數兩餐 兩到三餐是在家裡煮的啦 一整天算下來就是 大概有四百多塊耶 然後那個Food Panda一直送來 一直送去 一直送去 夠尷尬 OK 吃九餐 蛋 這個吃餐是什麼賣 只要我可以吃一點餅乾啊 I'm back 為了要做一個很好的Ending耶 我就吃這個 如果你再給我一個正餐啦 我現在 即刻吃給你們 在說 在這裡 我覺得做這條 就很像不值得耶 裡面有 三片餅乾 讓我們 掌聲鼓勵 今天的挑战正式完成 虽然不完美啊 还差四餐 对不对 二十四餐 我只吃二十餐 可是对于第一次挑战的人来讲 我觉得算是很不错 因为我胃口真的是很小 OK 所以我下次再做另外一个挑战 然后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然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加留言 然后给我一个like 在下面comment一下 是不是 给我一点意见 之后要拍什么影片 对不对 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